导读天眼FAST是我国研制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,简称FAST,位于贵州省前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平唐县大欧邦的喀斯特沃坑中,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,由我国律十二十二年建成,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主导建设,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,世界最大单口径,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,资料图,FAST工程服饰图, 500米口径我国为什么花费巨大的国力来建这么大的射电望远镜,只有一个理由,就是研究宇宙,接收宇宙中的可疑信号,同时让中国的天文物理学领先世界,射电当刚是运行就收到了一个可疑宇宙信号,分析结果指出这个信号源位于一千三百多光年之外的宇宙深空,要知道整个银河系就十万光年,一千三百光年真的不远,资料图,我们所在的银河系,中间是太阳中科院国家天文台, 附研究员前蕾,这次我们观测得到的最好的脉冲星数据是G1921加2153这颗星的数据,这是一颗位于一千三百五十一光年以外的一颗脉冲星,意思就是说,我们现在接收到的这些电磁波,大约是一三五一年以前发出的, 虽然被定义为星球发出的信号但是,著名科学家霍金再次发出了警告,希望世界上能够监听到宇宙信号的射电望远镜,不要回答任何可疑信号,不要暴露人类文明的存在,事实上霍金的观点获得了大多数天文学家的知识,宇宙之大必然有地外文明存在,不见得拥有星际航行技术的地外文明,有义务帮助人类发展恒天技术, 资料图,霍金,著名物理学家三体中的,不要回答,不要回答,不要回答,成为了霍金要表达的重点,根据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,当外星人发现宇宙中有人类出现的时候,所以,不暴露地球的位置至关重要资料图,三体,刘慈欣做我国天眼,收到脉冲信号固然欣喜,但是宇宙真的像小说中说的那样可怕吗?霍金说的真的会成真吗?拭目以待。